腾讯体育10月14日训练前,美国著名体育媒体Bleacher Report评选出了新赛季排名前15的中方,结果显示,安东尼·戴维斯排名第一,恩彼得紧随此后位置自席, 哥贝尔排在第三,第十五至十一名,乌切维奇,奥利尼克,小乔丹,法兰修纳斯和小加索尔,第十名,麦尔斯特纳,上赛季,麦尔斯特纳场军贡献,是2.7分6.4个篮板,1.3次助攻,1.8个盖帽,特纳在上赛季的发挥十分出色,他是一名工坊兼备的出色球员, 实际上,杜兰特、恩彼得和特纳士上赛季至少命中0.9个3分,拿到1.8个盖帽的家伙,如果将办门扩大至整个NBA历史,那也只有埃迪格里芬,伊巴卡,基里莲科,拉夫伦茨,波尔金吉斯和拉提的华莱士加入这一俱乐部, 第九名,麦尔斯,上赛季,麦尔斯场军贡献,13.9分9个篮板,1.2次助攻,1.2次抢断一个盖帽,麦尔斯对于雷霆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, 他愿意接受更小的角色,在球队中做一些三活,内活,他在场上的一些贡献无法用数据体现,如果没有他出色的掩护,布兰和甲卫,雷霆的攻防两端都不会那么优秀, 第八名,卡佩拉,上赛季,卡佩拉场军贡献,13.9分10.8个篮板,1.9次盖帽,2017-18赛季,当卡佩拉在场上时,火箭每100回合晋升对方1.5分,卡佩拉的防守能够有效覆盖禁区,他对篮板的嗅觉非常灵敏,同时他在切入方面做得也很棒, 虽然火箭的进攻有很大比例是单打,但他们仍然会进行一些倒差进攻,因为24岁的卡佩拉非常善于做掩护,同时也很会吃饼,第七名,德拉蒙德,第六名,霍福德,第五名,唐斯,上赛季,唐斯场均贡献21.3分12.3个篮板,2.4次助攻,1.4个盖帽, 唐斯不够上进的心态远落了巴特勒,后者已经申请离队,不过,这并不妨碍唐斯拿出优秀的表现,上赛季,唐斯的投篮命中率,高达54.5%,三分球命中率是42.1%,把球命中率为85.8%,这样的表现只有他和2007-2008赛季的姚明拿到过,第四名,基奇,上赛季, 约基奇场均贡献18.5分,10点7个篮板6.1次助攻,1.2个抢断,约基奇为绝金的进攻带来了很大帮助,他在场上会做一切事情,并且做得非常高效,第三名,戈贝尔,上赛季,戈贝尔场均拿到13.5分10.7个篮板,1.4次助攻,2.3个盖帽,上赛季, 当戈贝尔在场上的时候,绝世的防守非常坚固,他们每100回合,只让对方拿到97.7分,而当他不在场时,这一数次变成了105分,没有人能在他面前稳定的得分,因为他在进区的防守很坚固。 第二名,恩彼得,上赛季,恩彼得场均贡献,22.9分11,戈篮板3.2次助攻,1.8个盖帽,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锋,恩彼得即拥有出色的内线脚步,同时又可以在外线标3分。 他是一名优秀的防守球员,可以换防更小个的球员,同时还可以在内线互托,当然最重要的是,他仍然可以进步,前提是他保持健康,如果他可以保持场均出站30分钟,并且将缺席场次控制在10场以内,那么他无疑会是更有价值的球员。 第一名,安东尼·戴维斯,上赛季,龙梅哥场均拿到28.1分,11.1个篮板,2.3次助攻,1.5个强断,2.6次盖帽,还有什么是戴维斯无法做到的呢? 上赛季,在考心思倒下之后,他在攻防两端承担了更大的责任,在1月26日之后,龙梅哥场均砍下30.2分,11.9个篮板,2.2次助攻两个强断,3.2次盖帽,同时,他的投篮命中率是51.4%,三分球命中率是33.7%,拔球命中率则是83.5%,封清阳。 9分,11。